你都不要 鸡皮骨我来啦你们 吃鸡头有人求 吃鸡头 哇 好臭啊 美食不显错 拍雷我来做 哈喽大家好 我是熊二 今天我又来了 我现在在越西路这个位置 今天晚上现在是六点钟左右 我们导演大哥今天约我来吃一个东北烧烤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导演大哥已经来了 咱们去尝一尝 这几个字打得很大啊 这里面的环境装修都可以 特别是这个玉米啊 这个东西特别有特色 你看到没有 鸡头 鲁鸡头 特色吗 烤鸡头吧 烤的烤的 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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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我们部幕叫极简 哦 极简是吧 极屁股 极屁股就是极头 是猪大骨 也是烤的 猪大骨啊 这是他肘子 大肘子 猪大骨 这都是烤 都是线烤的 哇 他这个餐友还是活的 我的天呐 你这烤的新线 我们搞就搞得 等一下 就是互相拍一下 互相拍一下啊 互相拍一下 咱们看一下这个菜价格贵不贵啊 这个是什么啊 咱们把价格看清楚啊 觉得合适可以来试试 这边是鸡爪子啊 这边是烧烤鸡爪子 这个就是经典了啊 这个是皮冻 这是不是鱼冻吧 皮冻 皮冻啊 这个这个我们老家有这个这个都好吃了 对呀 咱们第一次看到有 然后点了一盘这个素菜 呃 这就是那个棒子鱼蘸着酱吃的啊 这就是我们安徽叫毛蛋 南京叫活猪子啊 东北也叫活猪子听说啊 就是那个毛鸡蛋 我不要 哎 我得要来来 东北锅包肉啊 这一次看到一会儿尝一尝啊 东北锅包肉 稍等 你们这个鸡蛋都不吃啊 我不敢吃 真不吃啊 来来啊 你不是吗 毛蛋都不吃啊 文哥呢 毛蛋都不吃啊 我也没说你要不要来一个 哎呀 我的天呐 这给我吃啊 这是我们的活猪子 来 我来一个 我不是开枕了 爸 开枕了吗 开枕了 开枕了我先 太好了太好了 感觉跟咱们一边煎的不一样这个 咱们这边煎的是腰的 咱们这边煎的是腰的 它们这边煎的跟咱们一边就不用 再吃一下 现在我说吃了 我就把它吃掉了 但我说吃了 我就把它吃掉了 这个毛鸡蛋 十万十奖 跟我们这边的毛蛋不一样 来一块东北锅包肉 东北锅包肉 这个酒没来啊 你什么酒啊 东北锅包肉 糖醋里鸡 有点像糖醋里鸡 这个跟这个有一点像 东北锅包肉 看像烤的皮蛋一样 东北锅包肉 皮冻皮冻 这是东北锅包肉 没吃过了 看看这是什么都像 像皮蛋烤的一样 尝尝味道 东北锅包肉 感觉就特别好爽啊 不敢吃 这只小鸡都在吓人啊 这只都没在 口味有点像这个皮蛋烤的皮蛋一样 然后点了一锅白糖羊鲜子 这个是煮菜了 这是好鸡头和好鸡皮果 这是中筒菜 等一下一定要尝一尝 天哪 来 那个带那个 鸡皮果 都不要啊 鸡皮果 我来啦 兄们 吃鸡头有人求 哇 吃鸡头 哇 好臭啊 哈哈哈哈 吃鸡头有人求 啊 啊 有点臭臭的 哇塞 好像有的地方能吃 尝一下 哇 尝一下 哇 鸡皮果 哇 这个鸡皮果 还可以啊 味道可以 这就是那个活虫蒜 活开用 现烤的 这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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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尝 尝 我来尝一点 来 嗯 好吃 好香 嗯呦 里面还有点蛋白 哇 真的好吃 嗯呦 没有蛋白 啊 谢谢啊 谢谢啊 嗯 好吃 好吃 嗯 哎呦 来 搞点这个素菜啊 非常的丰盛 鸡点啊 非常的丰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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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导演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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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杀猪料 我的天哪 杀猪菜 我的天哪 这真的是没有吃饱 中北名菜 杀猪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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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杀猪菜 18还是98 58不贵 没事没事没事 快去 你aran 猪肥冻 猪肥冻 来一个中美杀猪带 烤肉 都美杀猪带第一次吃点 咱尝尝味道 这个白菜好香 这虾树菜白菜好香 一股香油的味好香 来点白菜 我吃一口感觉这个白菜比肉都香 确实这个白菜好吃 血肠是进去 来块这个血肠尝尝味道怎么样 来块血肠 尝一尝 天哪 嗯 东北江大谷啊 东北烤江大谷我的天哪 烤的还是第一次吃 来兄弟买的来个烤猪大谷 烤的相当入了 来这了 而且 四百斤 对 相当于 无法 一干 无法 一干 一干 四十八 好 对 对 说 这 怎么 你怎么 什么都可以 那 对 对 兄弟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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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烧岛 今天感谢我们烧岛请客 谢谢谢谢 下次我来煮酒 好 谢谢烧岛 好了 兄弟姐妹们 我已经说完回来了 这家东北烧烤呢 很有地方特色 就是东北东北的口味 跟它的名字起的很像 原始烧烤 好了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有在合肥 知道哪里有那种好的小店 有特色的店一定要告诉我 我替你们去探店 记住关注熊二美食不选错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